第39題 所以算出冰塊的吸熱 但是其實不需要 因為我們曉得 熱量不會平白無故的喪失 所以放熱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我這一題沒有散熱 所以冰塊吸的熱就是我們水的放的熱 而我們的 冰塊沒有完全融化所以表示 溫度就停留在零度C所以初溫20度 末溫是零度那根據公式H等於M S delta T 我們的質量是400公克 比熱是1 溫度變化是20減0 所以答案就是 400 乘以20 等於 8000 所以我們總共會 放熱8000卡 也就吸熱8000卡 第39題問我們說 不計熱量善失在整個過程中 冰塊吸收多少熱量 我們答案選的是B 8000卡 達4000卡 0000卡 5000卡 5500卡